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能够作为建材啊 包括也能够像我们用的筷子啊 常年都是用竹子做成的 但是呢 它更加是因为它的形和色 包括它的态 给人民的一种美感和象征的意义 竹子 它是世纪长青 绿阴宜人 虚心静洁 挺拔不渠 潇洒飘移 这中间呢 就包含了很多人世间所向往 所追求的一种品德 这的确是人 这也是人民呢 喜欢竹子的精神所在 历年以来啊 就历代以来 竹子呢 就被中国的文人跟画家 不断的这种灵运跟描绘 中国历代最早的画竹呢 应该说是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的了 就是 而且它已经独立成为一种画科 一直流传到今天 现在我们来具体讲一下竹子的画法 一般来讲呢 画竹呢 是先画杆 然后再画枝 最后来画印 现在就开始给大家 就一边讲 一边讲 就一边示范哈 现在呢 就先画竹杆 画竹杆呢 用笔呢 就一定要中锋用笔 一般来讲呢 就是 我们是从上往下画 当然也可以呢 从上往下 一般来讲呢 竹的节啊 它是在下面根部的节是相对短一点 然后呢 中间的节呢 就比较长一点 上面的又短一点 现在我们 开始 画竹杆呢 大家要注意哈 一般的是从根部 从下往上画 根部呢 它的节呢 相对来讲短一点 然后呢 中间这个就长一点 上面这个又短一点 行笔呢 就一定要很平稳 中锋行笔 而且呢 一般来讲呢 就是我们初学的时候啊 竹杆的墨色变化不一定太多 主要大家要去多一点体会 这个竹的结构跟用笔 这个 这个画了一个粗一点的哈 然后接着我们再画一个 就要注意它构成的一种开合 竹杆 两个竹杆 一个是不能够平行 那个也不能在中间打岔 同时呢 要注意到粗细的一些粗细浓淡的变化 这样再画第二根 第二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结 也不能对准 你看啊 这个结稍微有点区别 这里有开有合 我们呢 画竹杰的时候 竹杰很关键哈 大家就注意到这个竹杰呢 就是这个竹子特点 就靠这个竹杰来表现了 要注意不能画得很石板 竹杰在这里 在竹杆来讲 画竹杰等于是画龙点睛一样 这一竹杰一出来 这个竹子的那个特征也就比较 就出来了 画了两根以后 做第三根的话呢 一般来讲 它中间就要有变化 有穿插的关系 它这个穿插交搭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再画 第四根 你看哈 注意到这个用笔的 这种墨色的变化 中国画至少因为有魅力就在于这种很微妙的这种墨色的一种变化 通过笔 这种呢 是西洋的那个油画笔所出不来的这种效果 加上中国这种特质的这种宣纸的特性 而且呢 中国画呢就是说跟书法用笔 它是 应该说是同源的 所以用笔的一定要平正 尤其画杆 中锋要很平正 再把结 点上去 同时还有一些粗的杆哈 大家还要注意到这是就是中等的杆 有些粗的杆我们怎么画呢 就要用比较大一点的笔了 用大一点的笔 先呢就沾一些中末 最后呢 在鼻头这里再沾一点比较浓的末 你看它这个粗的竹干它这种变化就很自然 下面的浓一点 下面的淡一点 一定要注意哈 这个笔啊一定要比较干净 然后再来粘末 这样呢 它的浓淡变化 从这里 笔头是最浓的 然后呢 淡一点 到上面是清水 所以呢 这样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能够控制到它的浓淡变化 就能够控制到它的浓淡变化 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变化一丰富 整个竹子里就会有生气 就好像是活着这样哈 所以我们再点竹节 这竹节是很关键 一定要很肯定 这样 比较粗的竹竹竿 这样就出来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气势要灌哈 这个我们画竹子啊 就通过竹干 来把整个画面的构图 整个画面的气势给摆出来 我们画竹干的时候呢 就一般来讲就是用中锋 就是楷书或者是像写传书这样 比较圆韵 而我们画小枝的时候 它就一般来说就像写草书一样 要注意到它的试 这样把这个小枝给它展出来 要注意到它的试哈 这样把这个小枝给它展出来 要注意到它這種變化 它這一節是從這邊長 但這一節一般來講就 就從這邊長得多一點 要很肯定 不能夠猶猶豫育 一猶猶豫育就沒有生氣了 這樣把小枝畫出來 在畫竹子這個小枝是最難畫的 很容易畫得很死板 我們首先也是要強調它的勢 大的那個氣勢 首先把那個大的勢肯定出來 然後再把這些要注意到它那個小枝 之間的穿插和疏密的一種關係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畫這個小枝就好像寫草書 就好像寫草書 要比較活 變化比較豐富 這個剛才我們就主要是講了一下 竹子的主幹跟枝的一些畫法 下面呢 主要重點講一講那個 竹子的葉子的一些 一些組合的一些關係 跟具體的一些畫法 葉就竹葉 就好像我們畫花卉的花一樣 它的變化呢 對整個竹子的 對我們整個畫面的竹子的構成 是非常大的影響 根據竹葉的一種生長規律 我們把竹葉的一些表現方法 把它蓋掛成有幾種 現在我在這裡也給大家先示範一下 畫竹葉一般就用煎蠔 就是羊蠔裡面有帶點煎蠔 它就會比較有彈性 就比較有彈性 首先也是用沾點大木 但是濃木就要沾得多一點 因為在這裡一般來講呢 畫竹子啊 竹葉是比較重 竹桿呢 是用淡木 就比較淡木 但竹葉是要用濃木來畫 畫竹葉呢 在傳統來講呢 就有些像寫地書的一瞥 或者一蠟 這樣一提筆 一定要比較有力 不能猶豫 一猶豫呢 竹葉的頭啊 就會顯得就沒有生氣 傳統的畫竹葉呢 就說是有寫過字 或者寫人字 然後把它重疊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組一組的 那個葉子 如果要是太太濃了 這個要注意到哈 墨如果太濃 形筆就比較澀 所以要實在要加點水 葉子有兩種 一種是菸葉 就是往下垂的 一種呢 是養葉 是往上長的 這種養葉呢 首先呢 我們要把中間這個 要把它的大勢給確定了 然後再來長葉 你看這種是養的葉 就比較精神一點 一般呢 竹葉呢 一般是三個一組 或者是五個一組 就五片葉一組 最多的就七片葉一組 這樣呢 把它形成一組一組之後啊 再把它重疊在一起 就形成一重 現在給大家看一個 示範一下哈 這個呢 我們就五個一組 這個呢 我們就五個一組 它這中間要有變化 然後接到這邊 再來一組 再來一組的時候呢 稍微有些變化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到它那個 它那個 它那個四 就是一 就是 就是鼻斷 一不斷 大家要形成一個整體 這樣 就看到一組裡面 它是一重裡面 有兩組 這兩組呢 它又是連貫在一起的 整個四 都是往上走 但是呢這個呢 稍微有點刺 但它這個四 又是連在這裡一起 我們再加一組 這一組呢 就要小一點 它作為配合哈 你看 它這樣就形成了 這樣一重 一重竹子 一重竹葉的一種生長 完善的就是說 養葉的它有很多種的 那個組合方式 在這裡 我要給大家 稍微簡單示範一下 這個是這樣 這樣往後養的 也有了往下的哈 一定要注意到 畫竹葉啊 膠 這種沙筆不能太多 一沙筆太多 它就乾了 所以說這水分的 筆頭的水分控制很重要 下面呢我們就畫些捻葉 一般捻的葉呢 它都比較老一點的葉子 一般新的葉它都比較有活力 都是往下的一樣的 但是呢我們這組合的方式也是一樣 它中間呢 一定要有個主線 有個大的式 接著呢 然後呢 這種大式中間呢 它要有變化 而且呢 一組葉子呢 不能夠是一條直線那樣的一個朝向 要有轉折 有變化 這樣呢 它就形成一種節奏感 這個葉子呢大概就是 主要大概也就是 就是這樣 就大概就是 除了一種養葉就是菸葉以外 就是兩種 多數就是這兩種情況 也是基本的一種畫法 最後我們再給大家 就是講一講那個竹筍的畫法 竹筍 就是我們經常畫竹子呢 會碰到有些花一些竹筍呢 除了桿 枝 葉以外 就還有一些竹筍的畫法 畫竹筍呢 首先呢就是要把筆 也把它清乾淨以後 先沾一些 沾夠 沾夠那個蛋漠 讓它在 讓墨色跟水在筆頭裡面 自然 就自然的那個調和在一起 在筆頭沾濃墨 從上 用 就是 往下拖 你看這樣拖出來呢 它自然 從 從龍到蛋 根據它那個形狀 從龍到蛋再把它拖出來 要畫得它比較有生氣哈 因為它是竹筍是最有生命力的一個東西 前面這一個呢 因為水分控制的不是很理想 所以現在已經平掉了 但這兩個應該說是畫得比較成功的 然後呢 再用膠末 把這個頭 把它畫出來 畫出那個筍的頭 最後呢 在這上面 用膠末 點一些 它有些 一些斑紋的變化 這個斑紋呢 一定要注意哈 不要平均了 不要平均 不要平均 這個 用膠末畫在蛋漠上面呢 就叫做破墨法 就是膠破蛋 通過墨色的自然變化 來形成這種趣味哈 這一次畫壞了 我們也來補救一下 在國畫裡面啊 有時候從某種意義來講 也沒有畫壞這一說 就看我們通過什麼樣的辦法把它補救出來 所以我們也有些 有些學生老師問 他怎麼做 有些老先生在畫壞 永遠都畫不壞的 其實他所謂畫壞啊 一張畫裡面啊 所謂畫壞 是跟整個畫面不協調 如果要是有些地方不協調 我們想辦法給它補救 使它協調起來 最後把那個毛草的那個感覺 給它補出來 你看現在這個 開始感覺到是畫壞了 現在通過補救以後 這個基本上也應該說是問題不是很大 去竹筍的感覺也出來了 最後呢 就是把這個下面的 就是實在的一些點臺 把它連起來 通過一些大漠 它是生在地上的嗎 通過一些點臺 再把這個形成這個感覺 這竹筍的畫法呢 就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一定要注意哈 我們在畫的時候啊 就筆頭啊 就一定要先把淡目 沾了淡目以後那個膠目 加上用筆的時候 就一定要是脫筆 脫筆 脫筆來畫 不能夠就是中鋒 中鋒的話 它就畫不出這種很毛毛糟糟的感覺 畫不出這種變化出來 這樣呢 我們竹筍的那些基本的一些技法 就是要分解的 從竹幹啊 到枝啊 到葉啊 到竹筍的畫法呢 就是分解給大家都說了一下 下面呢 我就整個完整的畫一張竹筍 爭取就是 力求要把整個我們剛才講的 把它有機的結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完整的畫面